109年全大運網球賽事進入第二天 由國力體大拿下男團金牌 單打第一點的洛建勳 耗時近三小時 與台灣時大的譚立威 敖戰三盤後才分出勝負 洛建勳表示自己 在宏圖場地較無法發揮 今日贏得比賽後 也成功突破自我 我的擊球時間比較早 那宏圖會比較多那種 亂跳的情形發生 在這種狀況 對手又喜歡做這種高球的東西 讓我不是很適應 最後一盤給自己的期望就是 撐主不要放掉任何一顆球 那我今天發揮我覺得算滿意 國體男團的第二點 由林亮宇搭配尹邦碩 直落二曲的勝利拿下第二點 國體男團前兩年 皆未能進入金牌戰 僅獲得銅牌 今年把握機會 在下金牌 選手們皆表示 練習沒有白費 在比賽的時候 有時候關鍵分 或者是很緊張的時候 場外的加油團 或者是隊友給的氣氛 給的那種感覺都還不錯 狀況越來越好 然後大家都很專心 在球場上面的每一分 本次的公開組男女團 皆由孤立體大拿下金牌 團體賽事順利落幕 明天將進行 單打擊雙打的賽程 記者張雲 李一軒 高雄報導